高雄一名皇姓男子久后开车上路开到睡着了 车子就停在车道上 一名女计程车司机开车经过发现停车上前豪心要叫醒他 这个时候巡逻远警刚好经过也上前了解 男子发现远警一时心虚踩了油门 结果撞上了女问奖的计程车 如果半人有发现类似的一个交通事故 在报警警方协助时 将车辆停放好 并且能在该车辆的后方来做停放的处理 避免危机自身的安全 另外高雄人武区的远景巡逻时也发现一辆车辆 这个车牌已经注销的小货车 心机相当的可疑 随即上前蓝茶 闻到开车的男子也是满身酒味 但是要实施酒册的时候 男子是不断苦苦哀求拜托警方放他一骂 被远警当场训斥 最后男子因为酒驾被带回警局来送办了 警方也呼吁 千万不要酒驾 以免肇事害人害己